近期 消费者对健康检测仪器需求激增 渲氧仪也随之成为紧俏货 记者在浏览购物平台时发现 渲氧仪种类繁多 大部分销量过万件 某店铺线上等待人工咨询的客户超过100人 记者随机拨通一家渲氧仪厂商电话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渲氧仪销售紧俏 目前库存充足 在渲氧仪被抢购的同时 有网友表示 自己用渲氧仪侧侧火腿肠后 也能显示出渲氧饱和度 网友质疑这是否代表渲氧仪数据不准 对此 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 相关数值并不能代表渲氧仪产品本身存在问题 渲氧仪的这个工作流程 就是通过不同波长的光 然后打在我们的血管上 然后看我们血红蛋白对光的吸收能力 他说通过这个原理 实际上去进行检测 那如果说我们给了他一个其他方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波长的光也有差别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爆出一个数来 但是这种数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不具有可解读性 它也不能说明这个仪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专家介绍 评价一个医疗器械数据是否准确 大概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第一个叫做敏感性 就换句话说 当你身体有异常的时候 这个机器能不能检测得出来 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叫特略性 这个仪器说你缺氧的时候 你身体是不是在缺氧 如果这个仪器现在说 你缺氧只有90% 但你实际上我们错个 你换一个这个正常的机器 你实际上你缺氧保护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证明这个仪器特略性不可以 如果说这个仪器在敏感性和特略性 这两个方面都没问题的话 那我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合格的机器 专家同时也提醒 在购买血氧仪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其相关证件是否齐全 我觉得最简单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在比如说各个购物平台 你去看有商品的详情页 如果它这个缺氧仪 经过了国家食品药品 间断管理局的这个 相信是有医疗器械的这种注册症 它是一个合格品 那我认为它的素质 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 专家强调 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 缺氧仪的方式方法 这样得到的结果 才能具有参考意义 指甲油本身 它就是一个吸光的东西 所以说指甲油 会严重地影响我们 缺氧仪的读数 然后同时也会导致 我们缺氧仪的读数变得不可信 另外就是比如说 如果手上可能有一些污渍什么的 可能也会影响我们 缺氧仪正确的读数 然后再就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换不同的手指头 多测几次 获得一个稳定的数值 这个数值太有意义